在國歌聲中 中華民國和美國國旗緩緩升起 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 日前在舊金山古博迪諾市議會廣場 舉行聖火傳遞儀式 這是華人年度的盛大活動 當地政府也相當重視聖火傳遞安全 一百多位手持聖火的僑胞 在警車的帶領下沿路慢跑 將聖火由市議會傳遞至 古博迪諾高中運動場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 和駐舊金山台北經文書處長 馬忠林都專程出席 對舊金山地區僑胞表達敬佩 能夠聯繫舉辦33年運動會 表示我們的僑界在這邊 大家很團結 很和諧 因為辦一個這樣那麼大型的運動會 是相當不容易的 要一個很強的backup 還有一個後盾 我們在這邊我要恭喜 我們舊金山僑界有這樣的智慧 有這樣的能力 大家群策群力把這樣的活動辦好 我們今年的這個華運會 大家僑胞報名參加的人數 非常的踴躍 總共有大概有120多個團隊 報名參加 而且大概有總共從六月份 到現在各種的競賽 有35項之多 華運會從1984年開始舉辦 透過各類競技比賽及表演 已經成為促進華人融合交流的平台 也感受到聯動帶給僑胞的快樂